高举着双手 一群士兵们走了出来 有人还被扛出来 另一个角度一排士兵全跪在地上 一旁还有官兵看守 镜头转到阴暗的地下室 只看到镇满士兵 俄罗斯官媒再度动员 新公布的画面 从这群人是南部战略港城 马里乌波尔投降的乌克兰士兵 俄罗斯国防部更点名 是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第36旅官兵 共1026人全员投降 直下一秒却被打脸 所有人坐在椅子上 旁边可以看到些许的军备用品 被点名的乌克兰士兵 自拍影片称所有人死守岗位 强调尽管城市被包围 事物越来越少 但乌克兰人没有逃跑 美国则是否认 俄军宣称的已经控制马里乌波尔 只是俄军未来几周 将采取更强攻势 二军立断后勤补给 乌军处境高级 想要突破封锁 势必是艰困挑战 在好沟中拉出遗体 乌克兰的不查证被俄军屠杀 官方要持续找出俄罗斯的犯罪证据 乌克兰顽强抵抗俄罗斯 传出最新战果 俄罗斯的巡洋舰莫斯科号 在黑海被乌军两枚火箭击中 俄方也证实船舰受损严重 乌军的犯战 让欧盟再批准加码军援 约158亿台币 美国总统拜登跟走人自己热线后 也加码约232亿台币 美国军事专家分析 这新一批军员代表美方政策改变 同时俄罗斯制裁398名美国议员 更威胁要攻打基辅的指挥中心 持续二战下去 TV新闻综合报道 出生在乔治亚的盖亚 30年前因为躲避乔治亚内战 与家人搬到俄罗斯定居 在莫斯科认识妻子之后结婚生子 本以为就此落地生根 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没多久 他们全家人毅然决然搬回乔治亚 盖亚不愿意小孩被二级老师洗脑争至宣传 但他的妻子担心 就算躲到乔治亚也不见得安全 如果没有人阻止乔治亚 她说他能够容易去俄罗斯 和西方 她说全世界必须明白 乔治亚在1991年脱离苏联独立 2008年俄军入侵前苏联国境西南边 自此一直驻军在乔治亚境内 主张分离主义的地区 乔治亚民众这个月9号聚集在议会大楼前 纪念1989年 反苏联游行造二军镇压的提比里希惕惨案 4月9号定为乔治亚国家团结纪念日 今年活动多了乌克兰旗席 它每年在乔治亚 但这年我们看到乔治亚人在乌克兰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勾起了乔治亚人的创伤记忆 他们也担心乔治亚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你认为乔治亚可以再次攻击乔治亚吗 是的 这一切都是在乔治亚街上 每个国家都在乔治亚 不是只有乔治亚 乔治亚街上到处可以看到 声援乌克兰的标语旗帜 当地店家也用行动证明 他们与乌克兰人站在一起 乔治亚民间政府上下一心 总统佐拉比契为例 日前接受CNN专访 再次强调 他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站在同一阵线 我们分享了两世纪的共产兴论 乔治亚民间的历史 我们会知道这种意义 所以我认为我们在乌克兰人 我会完全相对乌克兰总统泽伦斯 说那谁能做得更多 应该做得更多 看到昔日历史重演 乔治亚很难不担心 普京的军队会再次进攻 但眼前没人能阻止这位狂人的野心 乔治亚在声援乌克兰之余 也紧急递舰申请加入欧盟 期盼不要沦为第二个乌克兰 区编新闻综合报道 基辅地标圣米加勒金顶修道乐 赞美诗歌声悠扬 在饱受战火的国度 更多人虔诚祈祷和平降临 但宗教圣地还是被仇恨的阴霾笼罩 他们口中十恶不赦的普清 其实跟他们一样 是虔诚的东正教徒 乌克兰人口有67% 是乌克兰政教的信徒 在2019年之前 都还隶属于俄罗斯政教会 当时的宗教分裂 就曾经引起普清的强烈不满 普清当初的警告 显然已经富足实现 在这场冲突当中 普清对这些有共同信仰的弟兄姐妹们 也没有手软 教掌基里尔甚至公开表态力挺恶务战争 基里尔被认为是普京的盟友 长期借由俄罗斯政教会 扩大普清的掌控力量 现在利用宗教把战争合理化 更引发乌克兰教区的反弹 宣布与俄罗斯的政教会切割 就连以往不把仇恨挂在嘴边的神职人员也忍不住对基里尔开炮 这场战争当中宗教真一话题不断 普清挥着反纳粹的大旗 更引发乌克兰的犹太人不满 普清祷斗利用意识形态уры 在内容的尝诞 普清使徒利用意识形态或是宗教体 来让战争合理化 却只带来大量的仇恨 违背了宗教良善的本意 更再度加深了乌克兰政教 跟俄罗斯政教之间 撕裂还有冲突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